好,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這一段 這一段基本上是我自己拼湊出來的 但是也是看了很多相關的書籍 然後發現說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是這樣 歷史的東西沒有辦法確認 但是我認為這樣解釋是最合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想過電視電腦手機原子彈微波爐這些到底是怎麼發明出來的 你現在每天都在用這個 你不會每天用原子彈 很奇怪 但是你會每天用電視電腦手機和微波爐這是有可能的 每天用原子彈這個世界就太恐怖了 那到底我們怎麼發明出這種東西呢 有沒有看過變形金剛 裡面那個Sector 7 有印象嗎 我超喜歡那個角色你知道嗎 Sector 7裡面那個超酷的角色 那那個就是把主角都抓進去 然後帶到這裡 然後跟他說 你知道近代科學的一切通通都是從麥加登身上偷來的 那麥加登就是那一台本來要來地球找能源火種 結果失事墜毀在那個北極的那個變形金剛 然後就被Sector 7抓去冰在那裡 然後研究 然後剛剛的那些東西 包含原子彈那些全部都是從他的身上研究出來的 那如果你相信這些解釋 或者認為這些科技來自外星人的話 那我們這個故事就不用講了 那可是我是不太相信來自外星人 不過其實外星人的解釋也是完全有它的合理性 你不會說外星人這個解釋會產生矛盾 其實不太矛盾 就算你把一切歸之於上帝也不會矛盾 OK 所以其實很多解釋都是合理的 但是這是科學的這一個版本的解釋 是我覺得比較信賴的 那這或許是個人的偏見 好 那另一版的故事就是 我們歷史上的科學史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 我們要從很早很早開始講 那我們要先去找能源火種 你知道有了能源火種 一切解釋都OK了 對不對 在變形金剛裡面 你只要找到能源火種 就不用解釋了 因為那個金屬會自動變成機器人 自動變成機器人之後 什麼事他都可以幹了 你還要解釋什麼呢 對不用解釋了 好 那問題是 到底我們認為近代科學史的能源火種 到底藏在哪裡 那這個我們要回到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去看 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 其實上個暑假我就在佛羅倫斯 那我去了義大利一趟 去了佛羅倫斯三天 那真的看到那個他們的 美利其家族的那些建築都還在 那個米開朗基羅的那些雕像都還在 OK 那為什麼佛羅倫斯會變成文藝復興的起點 如果你看所謂的近代史 所有的歐洲近代史就是從文藝復興開始 文藝復興就是從佛羅倫斯開始 佛羅倫斯為什麼會開始文藝復興 就是因為美利其家族 那西洋文明在希臘之後 你看希臘到這個 希臘之後羅馬帝國超久的對不對 那羅馬帝國那麼久 幾百年啊 八百年的樣子 那羅馬帝國這麼久 接下來整個層級 羅馬帝國衰亡之後 還經過了一長串時間才到文藝復興 那在文藝復興之後 突然之間你就會發現 到17世紀18世紀的時候 他們就有點超過我們了 到19世紀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是完全被打好完了 OK 那這是怎麼發生的 文藝復興的起點佛羅倫斯 這裡有誰呢 文藝復興三節 OK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對不對 我們去那邊都看到 哇那個 除了米開朗基羅的雕像 有在外面以外 那其他的通通都是放在教堂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近代科學的發展 和包含藝術的發展 其實很多是從教堂開始 這很合理 因為只有教會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讓你閒閒沒事幹 去發展出這些很無聊的東西 不然你每個人都要種田 你拿來時間去發展這種東西 那這些藝術大師 同時出現在佛羅倫斯 為什麼 有錢人找過去的 有錢人找過去的 沒錯 誰找過去的呢 對 你沒有錢的話 這些人沒有辦法去創作 你知道那個很貴耶 你要雕一個 你知道那個 那個米開朗基羅雕一個雕像 雕了一整年 又雕了好幾年耶 那那個沒錢的話 他怎麼雕下去 還有很多 那個米開朗基羅的壁畫 就是在那個教堂的屋頂 或教堂的那個 整個通通都是他的壁畫 你怎麼那種 怎麼有辦法 有那麼浩大的工程 那個光是化了好幾年耶 用最上等的原料 讓他穿越歷史之後 居然還可以保存下來 那這些錢通通都來自於一個神秘的家族 其實這個家族 誕生了兩位國王三位主教 創造今日的銀行體系 就是 梅蒂奇家族 他這個家族一直到現在他都還在啊 而且一直到現在他都是非常有錢 義大利的城堡很多都是他的 那近代科學的能源火種 我發現去查查查查 就發現說 原來能源火種就在梅蒂奇家族裡面 那 這個能源火種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家建築工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知道這就是那個 我們去看到的那個場景 但是這張不是我照的 這個我沒有去到這麼高 然後 這張是從維基百克上面抓下來的 你看到這個角度 OK 這個什麼聖母百花大教堂 然後 到底是哪一個是聖母百花大教堂 我就忘了 然後 這邊只要是圓頂建築的 裡面都有非常漂亮的畫 然後 圓頂的 你會發現他都是 都是 梅蒂奇家族的 那種教堂式的 都是梅蒂奇家族的 那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 距離 距離 一棟 蠻大的建築物最近 叫做 碧蒂公 但是 他兩個 一個在合的這個案 一個在合的那 在合的那案 就只有碧蒂公 比較 比較算是 算是 普京 可是 你就看到碧蒂公 蓋得方方的 就好像 怎麼講 一點藝術 氣息都沒有的感覺 那梅蒂奇家族的房子 就蓋得 超級豪華又漂亮 那為什麼 因為碧蒂公是 碧蒂 他是一個富商 他為了跟那個 跟那個 梅蒂奇家族互別苗頭 說你有錢 我也有錢嘛 你會蓋房子 我也可以啊 我就蓋一個 比你更大的 但是人家是有藝術氣息的 你是沒有的 差別就在這裡 好 所以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 跟拉斐爾 他們其實都是 梅蒂奇家族的 藝術家 那他宮殿和教堂 蓋得非常高 又非常漂亮 而且那個藝術水準 又很高 問題是 太高 太高有多高呢 超過13公尺 絕對啊 我去那邊看 不只啊 不只13公尺 那 可是這會發生什麼事啊 會發生 一件事情 就是水會抽不上 對 你抽了半天 你會發現 怎麼抽 上不來啊 那個 上不來的時候 工人 你知道嗎 欸我要抹那個 抹那個 水泥沙漿之類的這種東西 雖然那時候不見得有水泥 但是反正就是有 可以把它黏起來的那種東西啊 對不對 那讓它堅固一點的那種東西啊 反正就某種混凝土之類的 他們 沒辦法 你如果去工地做過你就知道了 水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在金門喔 有一個工作 我一直覺得 超級可以做的啊 然後我每次跟 某些同學 他說 欸老師我接下來要找什麼工作 我就跟他講 他就翻臉就走 為什麼 我說 你就去學找井 學找井 我是學電腦的耶 你叫我是學找井 然後就就翻臉 那 啊學找井 各位知道 水很重要 那 可是呢 蓋房子的時候需要水 你知道金門通通都是農地 農地 意思是什麼 你蓋的房子 通常旁邊沒什麼房子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種叫農舍 那這是合法蓋的啊 因為農舍 他就規定說 在金門你就是 那個土地 十分之一可以蓋房子 其他的不行 你只能蓋十分之一 那 那所以 當你有一塊地 那你就可以蓋 一小棟房子 然後 你要蓋房子 你就去找 承包商嘛 對不對 找蓋房子的廠商 蓋房子的廠商一來 他就會跟你講 你這邊沒水 這樣我們沒辦法蓋 那 你要先接自來水 可是 房子還沒有的時候 沒有辦法接自來水 一定要有房子才可以接自來水 沒有房子不能接自來水 你知道嗎 這奇怪嗎 但是就是這樣 沒有房子不能接自來水 問題是 我蓋房子的時候需要用水啊 所以 請你來打一口井 那你知道為什麼金門到處在打井 就是這樣嗎 因為你要蓋一棟房子 就得打一口井啊 萬里沒水你怎麼用 那問你來了 你沒水 你得打一口井 請問金門有多少合法的找井 廠商 有多少人具有合法的找井執照 答案是1 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具有合法的找井執照 其他人都沒有 天啊 那個 找井變成 全金門就只有我有 你知道這個 獨門生意 價錢隨便你開 所以 找井其實 我一直覺得在金門 應該要有第二個 沒有第二個 那這個行情就是 壟斷市場 那所以工人就跑去告訴工頭啊 工頭跑去告訴建築師 建築師就跑去告訴梅蒂奇啊 說你的教堂蓋不起來啊 教堂蓋不起來 因為沒水 梅蒂奇就找人研究這個問題啊 他找誰研究 你可能都有聽過 找他 仔細看他的英文名字 你覺得他像誰 家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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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家利略來 研究到底為什麼我的水抽不上來 然後呢 家利略做了什麼事嗎 還有 為什麼 因為他死了啊 他死了 他就沒了啊 好 他沒了怎麼辦呢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梅蒂奇 又要找 再找一個人 接他的班 所以 你知道 梅蒂奇的那個 那個 佛羅倫斯啊 在意大利是屬於托斯卡納神 所以梅蒂奇家族 他 裡面 有人被封為托斯卡納伯爵 基本上他就是托斯卡納的那個 神長 對不對 那 又找了一個科學家來繼續研究 他的名字叫做托里茨利 看這個小鬍子 感覺有點像那個什麼 有點像 亂世家人 裡面那個白瑞德 有看過亂世家人嗎 白瑞德 還有印象嗎 我覺得有點像 雖然他比較胖 白瑞德比較瘦 比較 比較帥一點 有點像 好 那這個都是手畫下來的 那時候沒有照相機嘛對不對 手畫下來的 不見得很準 因為每個時期都不一樣 好 我去佛羅倫斯就看到這一尊 那是我們去 別人都是去參觀那個要錢的博物館 我們就專門找那個不用錢的去參觀 結果呢 就發現他們的科學館不用錢而走進去 這是什麼 感覺是教堂 結果進去是科學館 看你就看到 為什麼他這裡都有很多那種科學家的雕像 就看到這個 那你會看到這個人明明瘦巴巴的 為什麼這個人胖嘟嘟的 有時候人會有胖瘦吧 你今年比較胖明年就比較瘦 那這個很難講 不過兩個都有鬍子就是 那維基百科裡面 托里斯利 結果我查了發現 托里斯利原來是加利略最後的學生 這點就很合理了 那為什麼 梅蒂奇家族在加利略死掉之後就改找他 因為他是加利略最後的學生 那而且他跟著加利略就是 就是學他的力學 那為什麼水抽不上來要找加利略力學 那托里斯利到底解決抽水的問題了沒有呢 基本上不能說有 因為梅蒂奇家族是要找他能夠把水抽上來的 但是呢 他是很努力做了 可是他做出了什麼 他做出了氣壓劑 他不是做出了 其實他也做出了抽水機 可是你知道抽水機基本上也只能抽到十幾公尺 大氣壓力上不去就沒辦法抽了 你得要用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用打的 才有辦法再上去 你用抽的就是抽不上來 但是托里斯利看起來似乎沒有發明用打的 他發明用抽的 所以他因為他發現說 到了十米的時候 就是水的抽的極限 然後抽不上來 所以他為了要做實驗 你知道水你要抽的話 那你就真的得爬十米高 然後弄一個十米高的管子 然後在那邊抽 那比較困難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改用重一點的東西 特別像水銀 水銀的比重十三點六 那你本來十米高的東西 就變成不到一米 你就可以撤出來 所以他就去拿水銀來做 可是各位水銀千萬不要亂做 你知道水銀很難處理 水銀 你只要有水銀裝置 你到最後你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你如果隨便把它丟在垃圾桶 然後給它回收走 那就是完全的污染 那個水銀洩地之後 不得了 怎麼都弄不回來 而且又是一個非常毒的東西 所以各位如果做那個 鄭德老師的那個電子實驗 其實裡面會有一些東西有水銀 除了電池 其實有些都有水銀以外 另外有一個東西叫做水銀開關 那裡面有一顆水銀 為什麼 因為水銀那個會凝聚 那它那個水銀凝聚的那一粒水珠 水銀珠 它一旦流經那個開關之後就會導通 因為它是金屬 導通之後呢 你的電路就會偵測到導通了 然後呢 如果它又流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就沒導通就變0 所以水銀開關只要被晃動的話呢 它就會造成導通不導通的問題 那在我大約大學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件事情 叫做麥當勞爆炸案 在台灣台北 有一個人 他為了報復 可能譬如說好像是他被那個公司開除 他就報復 然後他在那個廁所 那一家公司 算是賣場之類的 他在那個麥當勞的廁所 然後 裝了一個 水銀開關的炸彈 然後 他到了那裡之後呢 他小心的把水銀開關接好 裝上去人走掉 接下來有人按抽水馬桶的時候 砰就炸 他就是用水銀開關做 但是這個你要去試喔 非常危險 那水銀開關你又很難控制喔 你把它接上去可能炸死的是自己 對啊那個很恐怖啊 所以他 勢必有經過很小心的 的 去做 我不敢做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水銀開關隨便做 他就會倒通就炸了 那太恐怖 我還是用那個別的方式的開關 會比較好一點 但他用水銀開關的目的就是 讓你 就是他沖水 就是馬桶沖水的時候 他才炸 好 所以很多事情 你看托里茲利 其實他發明的氣壓劑有用嗎 在當時 發現一點鳥用都沒有 真的是一點鳥用都沒有 但是西方的科學 就在這種 一點鳥用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開始發展 往往這些科學的發展 都是出乎意料 都不是刻意規劃 都是一種意外 這些意外引發了之後的一系列發展 那這些無心插流的過程當中所產生的東西呢 後來被證明很有用 如果 托里茲利證明了 光靠大氣壓力 是不可能把水抽上那個高楼 他至少證明了一點 你以後去工作的時候 你的老闆說 請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就去做了之後 你告訴老闆說 老闆這個做不到 然後呢 那老闆會覺得 你罵我再換一個 但是 如果 你可以跟你老闆說 老闆 這個做不到 我可以證明 那你老闆就會死了這條心 OK 那我們換 就是換另外一種方式 或者是 用其他的東西取代 OK 那這兩點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告訴他說 我做不到 跟告訴他說 這個絕對做不到 好 這兩點差很多 那各位知道 還有 科學史上有很多奇怪的故事 我最近很喜歡看這個故事 像前兩天我才買了一本 特斯拉的自傳 我發現 哇這特斯拉根本就是 就是有特異功能 那 先不講特斯拉了 先講愛迪生 你知道特斯拉跟愛迪生 有關係吧 什麼關係 特斯拉 基本上是愛迪生公司的員工 曾經 曾經是愛迪生公司的員工 那愛迪生有句名言對不對 你們小時候應該都讀過 那句名言 你記得愛迪生的所謂的Quote Quote就是 英語的名言的意思 經典名句 你記得愛迪生所說過的哪個經典名句 成功是靠近的 對 差不多是這一句了 那我們的翻譯可能翻譯成這樣子 但是我比較喜歡的版本是這樣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一的天分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OK 然後呢 你知道老闆講話了對不對 員工會在底下吐槽 然後後來人家訪問特斯拉 特斯拉就說 如果愛迪生做事之前可以仔細思考一下的話 那百分之九十的汗水都是不用流的 OK 為什麼 因為你稍微想想看 他是員工 老闆說的事情他一定要做 可是明明那個老闆就沒有想清楚 就沒有 不懂那些事情要叫我們硬做 所以愛迪生才需要去試那個五千多種東西去做那個燈泡 對不對 你稍微想一想 有些東西根本就不可能嘛 你拿那個稻草來 那個怎麼可能呢 之類的 反正他就硬是 對不對 但是 特斯拉就是屬於完全不同型的 他一定要想得非常清楚 他才去做 而且我前兩天開始看那個特斯拉的之戰 我才發現 哇這個特斯拉真的有一個特異功能 他說他從小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現象 就是 他有一個能力是 他可以把想像出來的東西直接呈現在眼前 什麼意思 我今天想一個皮卡丘 這邊就出現一個皮卡丘 而且我看得到他 我今天想一台機器 這邊就出現那台機器 而且我看得到他 更厲害的 更神的是什麼 我後來看他的事傳 他說 他一輩子發明了一千多種東西 你知道艾迪生發明了一千多種東西 你知道特斯拉發明了一千多種東西嗎 不知道 那 特斯拉一輩子發明了一千多種東西 他說 奇怪的是 這是我 我 所發明的一千多種東西 每一種東西 我們在做的第一次 就成功 沒有任何一個例外是失敗的 那為什麼 他說 因為 他的 腦袋裡面就是有這個能力 他可以把那個東西呢 完全忠實的呈現在眼前 然後呢 就好像你現在的虚擬實境這樣 你就想一個東西 他就呈現在眼前 然後呢 你還可以要求他 做對應的操作 然後一直操作到 他大腦已經確認這個東西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正確之後 他才開始做 天啊這個能力 我真的覺得 根本就是特異功能 那 我不知道到底 到底 這個是真還是假 但是他是特斯拉自己寫的 那 回過頭來 很多東西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在意外 不是要做那件事情的情況之下 發明的那個東西 好 那 托里斯利 發明了氣壓器 另外 他還發明了一個東西 不是 應該不能稱為發明 應該叫發現 叫托里斯利真空 托里斯利真空是什麼 就是 你只要用水瓶 然後 放在管子裡面 然後最後他只能夠上升到76公分 那76公分以上的那段玻璃管 就沒有空氣 那個東西就叫托里斯利真空 好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這件事情 是近代科學的能源活動 來想 那 托里斯利真空 跟近代科學 有什麼關係呢 好 他順手做了一個氣壓劑 然後 這個 氣壓劑或者是說這個真空 就是 近代科學的能源活動 好 那 那 能源活動 是翻行的 嘛 現在他的氣壓劑是 類似像這種 當然那時候絕對不會做出這種氣壓劑 那時候的氣壓劑一定是非常原始 那 比較像旁邊這種 這種氣壓劑 這種氣壓劑 然後呢 這個 這部片我很喜歡 那 更喜歡的是這個畫面 對不對 好 那 重點是 那個氣壓劑真的很重要 多重要呢 不是因為他在托里斯利手上就已經完全發揮了效果 而是 他是一個起點 他是能源活動 後來那個 馮居里克 就用這樣的方式設計了一台真空胖譜 所以托里斯利是發明氣壓劑 他沒有發明 幫符 但是 馮居里克發明了真空幫符 你可以想想 如果 一旦發現真空之後 你怎麼可以 有什麼辦法做出幫符 有啊 你只要讓他轉來轉去 對不對 就有可能 會抽 會有強大的抽力 OK 那真空幫符現在長這樣 但是那時候絕對不是長這樣 你看到他這邊有一個壓力表 有沒有 那 他抽的時候會顯示壓力 壓力太大會怎樣 會壞掉 對不對 像如果你去打氣筒 打氣筒上面也有那個壓力計 你不要打太大 輪胎爆掉的話你會受傷 有些人力大如牛 有可能把輪胎打到爆 對啊 好 那他們的那個真空幫符不像這樣 比較像這樣 這個是博物館裡面的那一台啊 後來防照的 後來防照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這兩個 放 結合在一起之後 他可能旁邊會塗油 塗油之後才不會有空氣跑 那塗了油之後呢 再做什麼 把空氣抽掉 抽掉 然後呢 他做好之後呢 他展示給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匪迪南山試看 大概像這樣 這個是後來藝術家的想像 這個是那個 還沒有蓋起來的情況 蓋起來之後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反正就是要 要讓他緊密一點 然後中間有一個裝置 你可以抽真空 然後呢 下面有一堆馬 你看這些馬拉這邊 這些馬拉這邊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實驗 馬德堡半球實驗 有印象嗎 馬德堡半球實驗 結果他們總共兩邊各用了15匹馬 總共30匹 只有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才能找來這麼多馬 兩邊各30匹馬 對呀 結果拉不開 這是馬德堡半球實驗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剛剛的那個故事到底是幾世紀啊 我已經搞不清楚 15 16 15 16之類的 那時候呢 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但是過了一兩百年 大家才開始研究另外一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匯集起來才有近代科學的技術 哪兩件事情 18世紀大家開始研究電 對不對 你看這個 閃電是第一個你 你常常可以看到的電 好 那你就會看到電學理論的大師 我們在場好像也有電子系的同學 你們就對電學就會特別熟悉 對不對 好 電學理論的大師 這位是誰啊 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 這一位呢 法拉蒂 這邊呢 就是那個 福打 福打 這個是他的福打堆 都發明電池的福打 OK 這些你大概在電學裡面 物理裡面都學過 好 好 那 有了電之後 就真的 能源火種 才有辦法被啟動 所以能源火種 你說是那個真空還是那個電呢 難講 那用什麼啟動呢 就是靠這個 這個是什麼 但是當時這個東西呢 其實還不能稱為 因極射線管 它是一根抽層真空的玻璃管 兩邊加上電子 然後加電壓 加電壓 加電壓會怎樣 加電壓 會像這樣 亮亮的 對不對 而且 亮的顏色不同 要看你裡面到底剩下的是什麼氣 對不對 如果你裡面刻意把它放一些 氦氣 那它會有一種顏色 奶氣 會有另外一種顏色 但是不要放氫氣 會爆炸 會 所以做實驗 做實驗 要很小心 你們如果去做 鄭德老師那種實驗 要很小心 不要把電容反接然後加壓 電容反接加壓 也會爆炸 那 當然有一種電容 陶瓷電容是不會的 電解電容會 陶瓷電容沒有正負極 電解電容有 好 那 有了這個東西可以幹嘛 它可以射出 到底射什麼 會射在管事裡 那 從哪裡射到哪裡呢 從陰極射到陽極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會出現 更厲害的是 但是 如果你把磁鐵 像這是一根磁鐵棒 你把它靠近之後 你會發現 噢 它射歪了 本來是直了 然後它就射歪了 而且呢 你把磁鐵反過來 它本來往下凹的 就變往上凹了 那這個可以幹嘛 後來 人家就想 噢 原來 加上磁場 它就會這樣歪耶 那我就 想辦法讓它 按照我的想法歪 然後於是就做出了 陰極射線管 陰極射線管做出來的 那個不是現在這種螢幕 對不對 是傳統那種電視螢幕 各位應該都有看過 比較大的 為什麼要那麼大 那麼厚 就是因為中間有一根陰極射線管 你不夠距離它怎麼射啊 對不對 你沒有那個距離它沒辦法射 對啊 那所以它才會前後那麼那麼厚 那陰極射線管電子數會磁場作用下偏轉 那你就控制那個偏轉的 的量 和角度 那你就可以控制讓它在螢幕上打點 只要你打得夠快 每分鐘打到 譬如說30個畫面或60個畫面 那個東西看起來就是電視 好所以就做出了這個 這個 然後你在家裡就可以看電視了 那你在學校就可以用這個 那你在學校就可以用這個 四波器後也是有陰極射線管 你現在去看那個 319 我們電子實驗教室那個 裡面是不是放四波器 四波器是不是都長長的 對 有四波器像液晶螢幕這麼短嗎 沒有 因為裡面要放陰極射線管 你怎麼可以用 音不懂 當然未來 不排除 做出液晶螢幕的四波器 那就 有可能 不過 好像目前 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還是都用射線管 因為射線管比較 不需要在後面的CPU去處理 幹嘛的什麼東西 那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 那 音極射線管 對我們來講是這樣用 是看電視而已 反正 小孩都會 對不對 小孩會看電視 我小時候 其實我家大概在我五歲的時候 開始有電視 算是非常早 那個 所以 自從我家有電視 大概是我們那個 那個地區 第一個有電視的 然後所以 隔壁的鄰居的小孩 通通都會擠到我家來看電視 我家每次吃 那個晚上六點 那時候只有晚上六點 然後卡通 全部都擠滿了小朋友 我家又很小 只有三瓶 全部都擠滿了小朋友 通通在我家看電視 好 那就是音極射線管 對我的影響 其實蠻大的 那 音極射線管 到底有什麼用 它對近代科學發展 到底有什麼幫助 這件事情 有一個人 非常關鍵 是誰 拉塞浦 這個人 為什麼非常關鍵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他提出了什麼 拉塞浦提出了什麼 放光了 放光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拉塞浦 他得過諾貝爾獎 但是他不是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他得的是諾貝爾化學獎 對 對對對 差不多 但是他用電子去做什麼 撞什麼呢 去撞那個 金箔 金箔 對 有人記得 用電子撞金箔 撞的會怎樣 其實用電子撞金箔 就是用音極射線管去撞金箔 會偏 會 對 會偏 就是撞進去之後 很多會歪掉 對不對 有些是直線撞過去 但是很多會歪掉 有一些會歪掉 其實 不能說很多 是有一小部分會歪掉 那還有呢 拉塞浦就叫他的學生說 那你給我仔細看 整天都在那邊盯著看 看看有沒有真的彈回來 結果他學生就真的看到 哇 終於有彈回來 然後 他就提出了一件事情 對不對 他說我老師的理論是錯的 他老師是誰 湯姆森 JJ湯姆森 他老師JJ湯姆森 提出了一個模型 叫做原子的布丁模型 原子跟布丁差不多 反正你這樣過去 他就軟軟的 然後就穿過去這樣 然後他自從發現說 這個明明就不對 我撞進去明明就歪掉 不然就大部分直接穿過去 但是有一些就歪掉 有一些還會彈回來 這怎麼能說布丁呢 這個要說布丁的話 至少他裡面有一個硬核吧 至少是有硬核或有蒟絡的布丁 那可是 後來又覺得根本就不對 比較像太陽系 所以他就提出了原子太陽系模型 好 那這是拉塞弗 他到底有什麼重要 我們為什麼只講他 不是只講他 重點是 你知道 拉塞弗當時領導了一個 非常可怕的實驗室 是英國的卡文迪西實驗室 有沒有人聽過這個實驗室 有沒有人聽過這個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非常厲害 非常重要 而且不只拉塞弗那年代 後來其實都還有很多重要的科學家 在裡面做出非常強大的東西 那這個卡文迪西實驗室 在拉塞弗領導的時期 就出了快十個諾貝爾獎 這快十個諾貝爾獎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答案就是 幾乎都是靠射線 只是一開始是因極射線 後來就用各種方式射 只要能夠找的可以射出來的東西 就拿來射 好 那射了之後 用這些因極射線管 然後其他的東西來射 怎麼樣得諾貝爾獎 答案就是 你去轟馬 你去找一個東西讓他射 看看射了之後他會怎樣 如果發現奇怪的事情 你就會得諾貝爾獎 發現奇怪的事情你還能解釋他 你就變諾貝爾獎 那怎麼射呢 他用因極射線去射 結果大部分穿過去 有些歪掉 有些躺回來 所以他提出了原子模型 太陽系模型 代表裡面有一種東西硬硬的 硬硬的你穿不過去 所以打了就像打到彈珠表面就歪掉這樣 那有些是正面撞上彈珠 那就直接彈回來 你如果打撞球你就知道 你打撞球的時候 有些人很厲害 一打砰 那一顆進去 這一顆彈回來 那技術不好的是 一打砰 直接進去 啟動 那還不一樣 好 那拉在乎到底為什麼 得諾貝爾獎 他說原子裡面有一個又小又硬的東西 不像布丁 所以他得獎 那這樣也只有一個獎 他們到底怎麼拿到十個獎 我們就去查 到底拉在乎有幾個學生得諾貝爾獎 維基百科就說 他在加拿大 曼吉爾大學當系主任 然後 就做了這個實驗 在1908年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然後 他不是很高興 因為 他明明覺得自己是個物理學家 你頒化學獎給我幹嘛 所以他就講了一句話 科學 只有物理一個學科 其他不過相當於極有活動而已 這個 諾貝爾獎的委員會一定覺得 當初早知道就不頒給他 對 好 OK 那 所以呢 他還發現半摔集這件事情 還可以用來測地球的年齡 所以他不只有那種貢獻 而且他貢獻還很多 後面很多實驗都是他跟學生一起做的 1907年他在英國已經是諾貝爾獎得主 1911年他在金箔寺實驗裡面 他解釋拉塞浦散射 推測原子的核心有正電核集中 開創了拉塞浦模型 1909年呢 在英國曼塞斯特大學 他跟他的學生 馬士登用阿法粒子撞擊金箔 這時候就不再用 只是用印極射線 因為印極射線他們已經做完了 不知道要在做什麼東西 開始改用別的 阿法粒子是什麼 帶正電的粒子 帶正電的粒子 那是什麼 磁子 那去撞 撞金箔之後他發現說 OK 大部分的粒子穿過 只有極少數 這個阿法粒子 是指的嗎 好像不是我說的 好再看一下 只有極少數彈回 然後呢 對這個應該是電子 這個阿法粒子是電子 好那電子 撐過去 會歪掉 這就是他 他另外一個貢獻 所以他已經是諾貝爾獎得主了 對 所以這個算是驗證嗎 好 這個 歷史還不是很清楚 好到1914年的時候 他已經是絕世了 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研究潛艇探測的困難 的問題 那1916年 他又得獎 1919年回到卡文迪西實驗室 繼 湯姆森之後 成為卡文迪西教授 他們有所謂的 實驗室教授 在他指導下呢 查德威克發現中止得到1932年 諾貝爾獎 那 考夫奈克 跟沃爾頓 完成一個 利用粒子加速器分裂原子的實驗 並得諾貝爾獎 這個是關鍵 利用粒子加速器分裂原子的實驗 這件事情 跟後來的原子蛋會很有怪 好 接下來呢 愛德華阿卜爾證明電子層的存在 所謂電子層的存在就是那個 有沒有 化學裡面不是 第一層有兩個 第二層有八個 第三層八個 那種 電子層的存在 那 他的 學生當中總共有丹麥的波爾 波爾是量子物理的 大師嘛 那還有 德國的哈恩 前蘇聯的卡皮查 那 他擔任皇家學會之後 OK 還幫助了難民 所以 那 到底是哪十個 剛剛列書的大概有五個吧 可是 我又再去找 為什麼 因為我想得一個諾貝爾獎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那 所以我們再找出來 這些學生到底有誰 剛剛講的查對克發現宗旨 怎麼發現宗旨啊 OK 1932年發現宗旨並度量到其質量 OK 那 後來 這個東西 變得很重要 因為 中指 治療 癌症 他可以直接殺死癌細胞的那種 這在醫療上又有用途 而且 有了中指之後 中指是原子彈發明的關鍵 對不對 你沒有中指 你怎麼樣把原子彈打到分裂 OK 那所以 那所以 有很多東西你會發現 他後來這個歷史一個一個相關 那 二次大戰期間他果然承擔了研發也子彈合金管工程部分研究工作 然後 他在 利物浦周圍的區域有納粹德軍的轟炸 然後 後來他搬到 加入了英國小組 然後搬到美國的華盛頓去做原子彈 而且原子彈的計畫其實他幾乎是全程參與 第二個是波爾 波爾 他提出什麼 波爾模型 跟原本的那個原子模型又不太一樣 那這已經到量子力學 對 波爾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有一個元素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做波 第107號元素 第三個學生是考克囊夫 這個人 用粒子加速器分裂原子的實驗 這就是他得獎的原因 那沃爾頓也是同一個 那 阿浦爾頓 這個人 發現了 電離層 就是 大氣層裡面有一個電離層 電離層很重要耶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電離層很重要 有很多地方很重要 有很多地方很重要 比如說 各位知道那個 無線電 無線傳輸是 馬克思威的時候建立的理論對不對 他說預測有一種 電磁波存在 這個電磁波以光速前進 OK 那於是他建立了這樣的理論 結果後來 馬克思威有沒有真的做出電磁波 他有沒有驗證電磁波的存在 沒有對不對 那經過了幾十年後 誰驗證了電磁波的存在 一樣一個英國的教授 叫做赫茲 赫茲在大學的實驗室裡面 他做了一個儀器 大概一公尺寬 有兩個球 中間的 銅管 銅線 應該說 銅柱吧 細細的銅柱 然後接在一起 中間又有兩個小球 他在幹嘛 他讓那個 電可以震盪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又做了另外一個 圓形的 類似 呼拉圈的那種東西 OK 然後再接出來 然後他就發現說 OK 他會有一個火花間隙產生 當他加電震盪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火花間隙產生 那你就會在另外這個地方 也看到火花間隙的那個電 電子在那邊 就是會有電在那邊打 OK 當這邊有電的時候 這邊就有電 這邊沒電的時候 這邊就沒電 於是他確認 電磁波式可以這樣傳過去 OK 這就是赫茲的貢獻 那時候後來 就有學生 在上課 他就 做出這個 很高興 展示給學生看 然後 學生就問他說 老師 請問 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赫茲又跟他講 一點鳥用都沒有 但是 你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機 如果當時沒有赫茲 怎麼會有手機 同樣的 那後來 後來 後來 繼赫茲之後是誰 啊 無線電的 進化史其實很長 那 從馬克思威到赫茲 赫茲之後 又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 而且這個人 非常強大 非常厲害 他不只是諾貝爾獎得主 他還是一家跟蘋果一樣大的公司的 董事長 兼執行長 就是他創辦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更厲害的是 啊 這個人 後來 在晚年的時候 其實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所貢獻 是負面的 好 不是 不是 愛因斯坦絕對不會是一家 國際上市公司的 比較像 但是不是 答案是 馬可尼 馬可尼是誰 赫茲做了火花間戲 實驗之後呢 馬可尼那時候還是一個 十幾歲的小孩 他就知道這件事情 他很喜歡搞這種 跟店有關的東西 他在他自己家裡的閣樓上面 就重複去做那個花間戲的實驗 結果 他真的做出來 重複了火花間戲的實驗 接下來呢 他 就去看一些相關的東西 他看到說 又有人發明一種叫做 金屬穴 減波器的東西 就是把金屬 粉 粉層那種東西 放在一個管子 當有電的時候 因為那個粉層 粉層 有電進去的話會導電 但是你那個粉層不要弄太細 不然會產生悲劇的 粉層 弄太細的話就跟那個 上次那個 八仙那個一樣 對啊 你那個粒子粗一點就不會 就不會直接燃燒起來 你粒子很細的話就直接燃燒爆炸 那粉層 應該不叫粉層 結果金屬穴 導電之後他就通了 那他就可以 通了之後就會有淋雨衣出現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還不是淋雨衣 那時候只是說 OK有電沒電我可以看得到 好 那他加了這個金屬穴減波器之後呢 他又發現說 那我可以用他來開公司啊 他就真的拿他來開公司 所以馬可尼的貢獻 從在科學上面就到此為止 但是 在工程方面 他的天分才正在展開 開了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就用他所發展的這種 就是用赫兹的那個儀器 再加上金屬穴減波器 做什麼 做無線訊號傳遞 怎麼傳遞 他用 怎麼講 如果這個電磁波到底可以傳多遠 他就在試 那這個距離OK 在更大的距離呢 他發現有一個距離開始不OK了 接下來他做什麼 把這個裝置做大 做得更大 讓他的功率更高 讓他就可以傳得更 但是為了要做大 他必須要有錢 開公司 才會有錢 然後呢 為了要告訴人家說 OK我這個東西真的可以賺錢 他那時候在義大利 跟政府說你來資助我 我要做這個 這個東西 義大利的政府 就跟他講 一些哈拉的話 反正就是不出錢 後來 其實那個馬可尼他們家是算蠻有錢的 但是沒到自己可以去做這樣公司的程度 後來呢 他就決定帶著他的這個東西 這些裝置 到英國倫敦去 他到了英國倫敦 碰到了一個很關鍵的工程師 那個工程師呢 跟他後來成為好朋友 然後還幫他召開記者會 馬可尼在記者會上面展示他的東西 一怕而後 英國人很有興趣 開始投資他 他創了公司之後 開始做英國的無線通訊 然後呢 那時候摩斯電馬 已經發展出來 所以他們就摩斯電馬來打電報 他們就做了電報公司 無線電報公司 無線的東西可以傳多遠 基本上在那時候已經可以傳100公里 你坐大椅 我傳100公里 100公里就是我台北跟新竹 我在山上加基地 你可以收得到 但是他所收到的要用人去看 對 後來也慢慢的自動化 那但是基本上還沒有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可是可以傳這件事情不得了 因為你想想看 當時奧運為什麼發生 就是有一個人跑了42公里之後 然後掛點然後死在那裡 然後最後把軍情傳遞到那邊 導致打勝仗 所以後來紀念他 就產生了奧運 那可是你看看 100公里 我一秒之內就已經傳到了 這有多大的影響 對當時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他可以坐100公里 所以在英國很多城市就透過這樣子 用無線電報連起來 那接下來呢 你知道英國跟法國是競爭對手 他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競爭 法國說你有了 我也要有 所以呢 所以法國就決定再弄個計劃 讓馬可尼幫他們建制 無線 而且呢 最後要跟英國連起來 那法國跟英國 歐洲大陸跟英國之間隔了一個海峽 那個海峽大概 100公里左右 對啊 所以他就這樣可以傳過去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就 比較厲害的出現 什麼出現 他就想 這個東西美國應該有興趣 對啊 美國是有興趣啊 可是中間隔了一個 這麼大的海洋 3000公里 怎麼處理 你在海上架低利台嗎 那時候應該沒有這種科技能力水準 你可以派一堆船去固定 就拋錨在那邊 或許是個辦法 但是可以接力賽嗎 好像也沒辦法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馬可尼 就 展現出他最有魄力的一面 我就是要 讓 無線電 從歐洲直接傳到美國 歐洲直接傳到美洲 3000公里 我要克服他 對 他就做了一個超大的 你知道嗎 那個電容也超大的 那個比房子還要高的那種 那種 就是 赫兹的那種裝置 把他做的比 做的超級無敵大 然後 當他啟動的時候 整個城市的燈 就 會按掉 OK 他找了 歐洲最靠近 美洲的一個地方 然後 後來他本來要設在美國 的接收器 發現 實在太遠了 不行 他改設在加拿大 最靠近美洲的一個地方 最靠近歐洲的一個地方 然後 這樣子發生 然後 做了很久 發現 收不到 不過 後來發現 後來發現 有一次 他們加強裂壓再加強 中自動的更強一點 收到了一個S 那個S是什麼 就是 摩斯電碼裡面的一個短波 摩斯電碼是長短 長短這種東西 一個短波就是S 收到了就只有收到這個短波 原來真的可以傳到 問題是 問題是 你知道 馬可尼如果 沒有這一個阿卜爾頓的話 其實他應該是失敗 但是馬可尼跟阿卜爾頓當然不認識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成功 因為他發射的電磁波 被電離層反射回來 導致他收到那個S 他當時根本不知道 電離層會反射這件事情 但是他就是狗 當然就這樣做下去了 所有投資就這樣投資下去了 照理講他應該是身敗名列成對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沒辦法有些人就是運氣好啊 這沒辦法 那這裡就 又接回那個無限劍的故事 接太遠 那又是另外一個十分鐘 好 第六個奧托哈恩 這個人他從雷 雷炎裡面分離出放射性的物質 是土 和阿 新土 新土一新土二 又圓阿 這些物質 然後他的最大貢獻是 和斯特拉斯曼一起發現了核裂變現象 這才是真正原子彈最關鍵的一個技術 那揭示了核能使用的可能性 那幼再經中指照射 這幼是撞阿 幼是用撞的對不對 你 只要能夠讓中指射出來 想辦法讓中指射出來 中指撞了中指 那幼幼是一個特別不穩定的例子 幼的那個同位數 就是幼二三五 特別不穩定的話 你撞他的肉 他會分裂成兩個 而且分裂成兩個 他就不再是幼了 不再是幼二三五 他會變成兩個質量大小差不多的東西 的例子 這兩個例子呢 分別是一半的質量 但是又 他除了分裂以外 他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發生能量釋放 能量釋放 能量釋放意味著是什麼事 能量釋放的意思是 他會得到速度 對不對 他會再射出去 而且超高速 所以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是在這裡 才用上 因為1等於mc平方 只要你質量少了一點點 你能量就無敵大 那一旦這個能量 被拿來變成速度的時候 你再撞到其他例子 保證分裂 OK 所以就會 就會連鎖反應 那所以這個 奧托哈恩和另外這個 斯特拉斯曼 其實是原子彈的 最重要發明人 另外一個學生叫做 卡皮查 這是一個俄羅斯人 那他的 他的研究是什麼呢 液態害 超流動性 還有什麼 OK 關於這個 液態害和超流 超流動性的 研究 讓他得了諾貝爾無理獎 好 這樣子我算一算 所以加上 賴賽福最多也是八個 那所以我從危機上面 找不到最後的兩個 好 但是這樣子 這樣子也很可怕 那電子撞出原子和模型 電子會轉彎 可以算出核子比 後來發現 帶正電的子子 也會轉彎 也可以算出核子比 那 就發現質量不對 所以就找到中子 中子拿來再撞下去 就導致核分裂 核分裂 一個撞兩個 兩個撞四個 連鎖反應就是原子炭 OK 那所以當初如果沒有梅蒂奇架族的教堂 水就不會抽不上來 脫裏次力就不會發現真空 就不會有真空幫浦 沒有真空幫浦 就不會有因極射線 不能拿來轟 不能拿來轟 拉賽福就不會提出原子模型 也不會發現中子 沒有發現中子的放射性 也不會撞到核分裂 就造不出原子彈 也不會有電視機 電腦螢幕 真空管和示波器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串起來 好 所以現代科學的一切 要歸功於梅蒂奇家族 我這樣子推論 各位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太長了一點 那所以如果你說梅蒂奇家族 是外星人派來的 我覺得 這還蠻有可能 梅蒂奇家族除了是近代科學和藝術有影響以外 你知道他們家族有一個真正是他們家族的貢獻 就是他們發明的銀行 現代銀行是他們發明的 所以他們超有錢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是猶太人 猶太人成為銀行家又是一段故事 什麼故事呢 你知道猶太人在近代歷史上面非常的奇特 他們信仰的是猶太教 然後呢 不是傳統的天主教 也不是基督教 是猶太教 但是在文藝不興時期的時候呢 猶太人會借錢給天主教徒 但是只有猶太人借錢給天主教徒 那天主教徒不能借錢給天主教徒嗎 答案是真的不行 對 因為聖經上面說 你借了別人錢不能收利息 那誰要借錢啊 那 所以 天主教徒之間 除了友情贊助以外是不借錢 那你真的需要錢的時候你怎麼辦 其實 其實猶太教的經典裡面有沒有說 不能借錢這件事情 答案是有 那為什麼猶太人可以借給天主教徒 他說不可以借給粉教教徒 所以他們就錢不能借粉教教徒 他都拿來借給天主教徒 所以後來就發現一個很奇怪的關係出現的 天主教徒總是跟猶太人借錢 然後在威尼斯的這個地方 威尼斯離佛羅倫斯大概往北 又一百多公里 在威尼斯這個地方 你知道他是近代文藝復興非常重要的一個商業的重鎮 所有的近代的商業行為幾乎都跟威尼斯有關 然後 這一個跟梅蒂奇家族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佛羅倫斯到威尼斯一百多公里 所以他們的很多人會在威尼斯做商業 那他們最早從事的商業是什麼 羊毛 或許有 但是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們 一直在文藝復興之前 甚至更早 他們就已經在從事地下錢莊行業 那不能說地下錢莊 它還是合法 那在威尼斯這個地方 因為商業很繁榮 所以需要的錢很多 因為他們是靠海運的 那整個威尼斯水道之所以那麼密密忙 就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海運的極戰地 然後而且你看威尼斯的地理環境 你就會發現 它是從意大利那隻鞋子最深入歐洲的那個點 所以所有的貨物都會從威尼斯進到歐洲大陸 那威尼斯這些海運發展起來就是 就是有它的地理關係 但是也有它的文化關係 然後呢 猶太人在那邊幹嘛 威尼斯後來我們去那邊真的有看到這樣的 像我們去那邊過一大堆橋一大堆水道 然後你看有茶館 其中有一些茶館的旁邊 它上面有一些字我們看不懂 但是後來我看影片 他說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東西是猶太人借錢給天儒教徒專有的一個地點 他們外面會擺很多板凳 讓要來借錢的人做 所以從此呢 銀行的名字就叫板凳 bank 好 所以銀行是這樣來的 那後來這個 在威尼斯的這種交易畢竟還是小型的 後來梅蒂齊家族有一位繼承人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猶太人被人家很怨恨 怨恨因為 因為他們從事這種類似地下錢莊的工作 借了人錢 問題是借錢是好談啊 可是 不還錢的時候 就卑鄙啦 你跟我借錢 OK啊沒有問題啊 但是我得先確定你會還錢 有沒有人看過威尼斯商人 沙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 我老婆很喜歡買那個會本 沙士比亞威尼斯商人 幾分鐘之內看 威尼斯商人裡面有一個夏洛克 夏洛克是猶太人 然後呢 他就是一個猶太的地下錢莊的莊主 對不對 然後他專門借錢給人家 然後有人去借錢的時候 他就評估 這個人到底是一個好人還是壞人 他所謂好人的意思不是指這個人很好 而是指這個人會還錢 如果他不還錢的時候 他有擔保人 這個擔保人也很好 他就認為這是個好人 那夏洛克評論的是這樣 那所以有一個人來跟他借錢 那個夏洛克就要請他找擔保 然後後來他發現這個擔保人很好 但是呢 還不夠 因為還有法庭啊 那他要確認 我會利於不敗之地 你一定會還錢 他要怎麼辦呢 他要寫借據 借據上面寫 如果你沒有辦法還這些錢 你要用相同重量的肉來還 你身上的肉 OK 這就是猶太人為什麼被人家怨恨的原因之一啊 那後來呢 呃 梅蒂奇家族的其中一個 他發現說 啊這樣子我們每次都被視為惡徒 其實我們是在幫助他們耶 我們是好心耶 對啊為什麼最後我們變得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梅蒂奇家族的那個人就說 啊 而且我們每次常常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借錢借的多了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我有錢來跟我借 然後你知道歐洲有一個奇怪的情況 他跟中國很不一樣 他們的國王會缺錢 他們的國王會缺錢 然後就找這些猶太人也借啊 然後跟梅蒂奇家族借 借了之後怎麼樣呢 我就是不還啊 你怎樣你咬我啊 那那國王就給他倒仗耶 那梅蒂奇家族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子破產 那雖然他們家族很大 但是一個兩個破產這樣子會很嚴重啊 那後來就有一個人他發明了那個 就是 借錢的時候會互保機制 如果我借出去如果這筆錢沒還的話 我們之間有一個保險 那不會導致你因為借了這筆錢被倒仗而破產 透過這個互保機制他們開展出了全世界第一個銀行系統 那這個又是梅蒂奇家族的另外一個貢獻 所以在科學藝術和經濟方面 梅蒂奇家族都很重要 那這個大概就是 今天有岔開話題所講的一個東西 好那先休息一下 既然又講了兩個小時 好休息一下